然後就是小寶在這裡這樣搖搖搖媽媽就可以陪玩喔 刺激她的那個平衡 然後她再大一點 她就可以放手了 就不要放手了 陪玩的過程中也可以培養小朋友的自信性 然後可以增加她的就是成就感 真的啊 小朋友睡覺了 喝那樣探書 所以小朋友她要探書的時候 她就可以躺在上面 然後很輕鬆的這樣搖搖 因為我太大隻了 所以咬起來有點吃力 我跟你講我有看過媽媽 在上面碰那個巧柔柔柔柔 對對對對 然後有點吼度變成一個小搖床 對 然後她就可以這樣 然後捏捏看書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是有點像衝浪的 我這邊來示範一下 就是前後腳這樣站 然後就可以讓小寶貝這樣 訓練有點衝浪 然後這樣的玩法就更刺激 更適合我們的大寶這樣玩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翹的高度可以很高 對 這樣策立的話 我那天看到媽媽跟講說 就是小朋友吵架時候的高雷 把她的區隔起來 又要你對方了 我就覺得說 這個我跟妳講的真的是很興趣 我跟你講 朵朵是小朋友吵架 哥哥跟妹妹吵架 或是姐弟吵架 所以說你們現在分開 你們現在分開 直接都會吵架 對 你們自己先忍進完之後 再給自己一次一個擁抱 很用力 對 然後還有就是玩躲貓貓 有些小朋友也會把她靠在牆上 然後自己躲在裡面 然後就 然後還有伴大家酒啊 然後還有我車車 我跟你講每個小男生都有一堆車車 真的 滑車車 車車在上面這樣溜來溜去 嗯 坐在那裡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大人也可以用 首先呢 你屁股可以先坐在地板上 好 然後雙手抓住我們 那個平衡板的兩側 好 然後雙手再升高 在這邊就可以感覺到 你急著一節一節的延長 然後我媽都會在這邊滑手機 媽媽可以學喔 媽媽真的可以自己學 真的 有用有用 身側 這邊我們腰這邊有彎彎的對不對 好 這邊呢 將我們的右手沿著我們的右耳 那你換邊的時候就可以換邊 你的右耳這樣延伸 然後左手來抓住我們右手的手腕 這樣你身體放鬆 然後就可以拉伸我們右邊的身側 這邊很輕鬆 這其實是我們瑜伽中的一個修復的動作 大家可以寫截圖了 右邊坐完就是換邊坐左邊 哇 非常地放鬆 好 另外一個去瑜伽動作的建立是 我們想踩平衡板上 這腳就是身高 那你可以靠著牆 這樣 然後就想像自己在建立式 這個動作可以進行我們的腹腳感神經 所以你回去睡覺的時候就會很好睡 然後睡覺很好睡到家中間了嗎 睡覺很好睡 對 瑜伽中的小朋友可以坐 而且他這個弧度不會到太難 所以就是爸爸可以帶 爸爸媽媽帶小孩坐 那種大人自己坐都會坐 對 瑜伽中的小孩坐 對 瑜伽中的小孩坐 中文的بي訊